最近畫面 換來看外交部長林佳龍 受邀在美國華府智庫 全球臺灣研究中心 發表專題演說 林佳龍指出 臺灣作為國際社會 不可或缺的成員 期盼推動總和外交 與美方共同應處各項挑戰 林佳龍在影片當中表示 中方家具對臺 軍事恫嚇運用法律 輿論及認知三戰 加大對臺攻勢 更意圖透過灰色地帶行徑 在臺海創造新常態 嚴重影響區域及臺海和平穩定 同時感謝美國對臺灣安全的 堅定支持 另外一方面 臺灣持續提高國防預算 強化防衛能力 哈囉 我是蔣心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 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請教導師 請教導師 感谢观看